云林检警执行扫黑行动,共减速13名置评专案对象盗案,其中4人遭法官裁定羁押。 警方提供中央社记者江俊亮传真107年5月5日中央社记者江俊亮云林县5日变云林检警执行扫黑行动, 共减速13名置评专案对象盗案,其中4人遭法官裁定羁押,包括天道蒙太阳会、竹联邦梅唐福苗巴联会两名成员。 云林县警察局西罗分局侦查对付对长蔡祥玉今天受访表示,天道蒙太阳会新竹分会料姓组长,竹联邦雷堂。 福苗巴联会良性成员,因涉嫌纠集不良分子开枪、杂电,严重影响社会治安,昨晚有法官裁定羁押。 蔡祥玉指出,天道蒙太阳会新竹分会料姓组长与集团成员平日坐风强悍,拥枪自重,视强凌弱,惹事。 生非,今年3月27日因债务及感情纠纷,竟纠中前往西罗某蔬果及货场砸毁车辆并开枪后逃逸。 警方隔天凌晨将廖姓主贤等三人查击盗案,并起出作案枪支两把,随后追查出廖南在同一晚。 海伙同树名不良分子,分池球棒,铁棒砸毁西罗镇中山路,新级皆家娃娃基数十台。 蔡祥玉表示,西罗警方执行这波扫黑行动,与刑事警察局真似对干员兵分十三路,同步。 在云林、彰化等处境行搜索及居体,共减塑料性、良性等13名置评专案对象盗案。 警方同时起出改造手枪三把,子弹15颗,K他命,新兴毒品咖啡包66包重529颗, 经初步检验含蜡菲及K他命成分及作案用棍棒等犯案工具一批, 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、枪炮弹药刀谢管制条例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恐吓、毁损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。 经检察官赴讯后,昨天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料性、良性等两名帮派成员, 以及另两名有毒品,过失伤害的不良分子,法官昨晚裁定四人全部羁押。 蔡祥玉指出,这次减速盗案的不良帮派成员,平均年龄为24岁,最年轻21岁,其中多名成员品。 是从事搭建舞台等工作,却在工作之余,纠重群聚,逞凶斗狠,拥相自重,严重危害社会治安。 编辑,黄渝1070505云林检警执行扫黑行动,共减速13名制评专案。 对象盗案,其中4人遭法官裁定羁押,并起出作案用枪械、棍棒、毒品等证物。 警方提供中央社记者江俊亮传真107年5月5日。